Hello 大家好 我是曼仔 一个主座高性价比当中茶的茶店老板 经常能看到有茶友在讨论哪个城市的人最爱喝茶 如果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就觉得榜上有名的 然后会沾沾自起 觉得好开心 很自豪 喝茶嘛 讨厌真心 对身体很有益处 大家也都有一份属于自己城市的归属感 好的东西呢 大家也都想凑一份热闹 很正常 那中国的茶饮也是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了 那今天曼仔也想给大家盘点几个爱喝茶的城市 看看谁的城市有在榜上 广州 那德显饮茶呢 是广州人常挂在嘴边的话 广州人很喜欢去茶楼喝早茶 大家在茶楼里吃吃喝喝聊聊天 老一辈的人很爱在茶楼里看报纸聊天 一代就是一上午 年轻人妈就当做是一顿慢慢的早餐 其实也是很自在愉快的 杭州 那中国的茶都 这里有千年的饮茶历史 像这个名茶西雾龙井呢 就是来自杭州 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呢 也是十分的优渥 所以杭州产的茶叶呢 基本上都是上品 那杭州人喝茶吧 就讲究一个悠闲 北京 北京爱喝茶聊天 虽然北京不产茶 但北京人也是很好这口的 他们爱去茶馆喝茶聊天 都爱喝点茉莉花茶 一个人拿着一个盖碗 配好茶呢 是很自在很舒服的 福建 那福建一直以来呢 都是中国产茶大省 很多名茶都产是福建 明北有无盐茶为代表的明北乌龙 闽南有铁关英为代表的闽南乌龙 那当地人也是很爱喝茶 有事泡茶 无事喝茶 对大部分的人来讲 一天不喝点茶呢 都会觉得浑身不那么自在 不舒坦 潮汕 我们讲的这个潮汕呢 是地区啊 它不是单单一个市 广义的潮汕呢 就是讲潮汕话的这三个地区 汕头啊 接阳 潮州 潮汕地区呢 其实是闽系文化 我们的饮食啊 还有语言呢 是跟福建闽南地区比较接近的 那大家都知道 福建人爱喝茶 其实潮汕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正慢了 这位潮汕人 潮汕人爱喝茶呢 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这跟我们爱经商的性格也有关系 因为茶业就是社交 然后跟其他省份喝茶不一样 潮汕人不太爱去什么茶馆啊 茶楼喝茶 大部分呢都是在家里啊 自己的商铺啊 或者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喝茶 但你也有馋这口茶啊 然后不分地方 只要有一套这个功夫茶具啊 就随时随地的低茶实茶 要不然我们潮汕人怎么会说茶是茶米 大家知道广东呢是茶业消费大省 潮汕地区的人均茶消费量啊 在全国范围内呢也是数一数二啊 就连福建的他这个人均茶消费量啊 都没有潮汕地区的多啊 所以就有这种说法啊 有潮汕人的地方啊就功夫茶啊 不过潮汕人喝茶多啊 但整体上潮汕人在喝茶啊 买茶上的消费啊 其实并不高啊 平常人家都是买这种小百大块的平价口粮茶啊 因为喝茶量太多啊 要是动不动就上千的喝啊 这一个月能喝到大几千块啊 什么家庭能经受得起呢 那每个城市呢 都有每个城市的茶文化啊 在曼仔看来呢 无论是去茶楼吃点心 喝茶聊天也好啊 去茶馆听书说辞也罢 甚至说是和潮汕人一样啊 随时随地要喝就喝的爽快啊 其实喝茶的本身呢 就是讲究这么一个舒服的状态啊 大家喝着舒服了也就可以了 那我是潮汕茶商曼仔啊 欢迎大家来喝凤凰丹丛茶 喝丹丛啊 记得找曼仔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